那我接下来要讲更进一步的图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利润分析完毕 我们总会想说奠基在销售之上来去看这些利润的表现 就是说那个以这家公司来说 各类产品各类产品的销售以及利润来我们试试看 好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家公司销售与利润的关系 也就是散布图比较特殊一点 可是我要分阶段来去完成 第一阶段我们来去画双轴图 记住就是订单里面订单资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跟利润 这两个的大小关系 好我先用直线直条图给你们看 首先插入书鸟分析表确定 那我是不是假设以一个子类别好了 一个子类别 它的销售额 销售额在门下面的销售额 然后还有它的利润 利润 利润 如果你找不到就在这边打利润 这也是我蛮常使用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说像我在做医学研究 我们的那个栏位 你们猜猜看有多少栏需要分析 100 200栏 错 500多栏 而且都要分析 好 而且我们还要去做检定 对了 希望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要去看我有教如何在MAC上做检定 MAC的ECEL做检定 还有如何在ECEL里面这一个Windows 10 ECEL里面如何做检定 今天课就不会讲到那部分 来你去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做完了这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来就画枢纽分析图 确定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其实不太好 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它的值确实是差距很大 它的值是差距很大的 这我觉得我们绝对可以去理解 还有你看到桌子 天哪桌子居然亏本也要卖 这个层次是利润嘛 这个层次是利润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做一件事 我就会直接把这个利润 利润我们来去那个就是把它设定 设定把它变成 变成副坐标轴 这个利润画在另外一个副坐标轴 还有把这个图 因为两个都是直条图也不好 所以把它改成 例如说是折线图 折线图我喜欢加那个点 我喜欢加那个点 然后确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灵跟这个灵他这边他这边的其实是左右两边其实是不对称 不对称 好吧 那也就只能这样呈现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坐标轴呈现出来的双轴的表现是怎么样 你主要我们要陈调讲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点 有一些点 它其实是低于这个整个病 好 整个病的高度在这里 就是销售额它可以到这边 但是它的利润其实是很低的 而且是低于零的利润 就是桌子 有听懂吗 桌子是很不好 桌子的利润是负的嘛 也就是这样子的情形的意思就是 卖越多越亏钱 可以理解吗 那像这个椅子也不是很好 书架也不是很好 比较好的像电话 复制器 就是在那个技术类里面的这两个获利是比较高的 主要的来源 好 还好啦 这家公司大部分都是获利高的 像这个这几种是不是都比 都比这些来高很多 好 我只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你可以 如果这是你公司的资料 你就会很关心说 其实 书架卖很多 但是他的获利其实不高 好 就是薄利多销行的 那这个是亏本 因为他比零还要低 他是亏本在卖的 那你觉得老板还会希望他一直亏本下去吗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应该要做什么事 要不要赶快告诉老板 我不知道 因为这是数据上面真实的反应